請教一個問題,當你研究一個主題,會不會三天三夜都睡不著覺? 因為你的挫折,我想你的挫折會不會有經歷三天三夜? 你怎麼會這樣那麼詳實? 我昨天,其實我這兩天心情非常輕鬆,因為我前天發了一張唱片,那張唱片已經折磨了一年半個月,一年半的時間 因為我在做這張唱片的那位Messie,他是一個紐約的爵士樂歌手 他跟我說他的外公住在台南,然後75年前他從台南坐船到基隆港,然後轉搭到日本 到日本的另外一個爵士樂重鎮去表演 然後75年後他在紐約決定發這個唱片 有一天他來找我做唱片的時候,他從電視上看到原來有一個華人在做唱片,美國人也認識他 他就飛到台灣來跟我聊這個唱片,沒想到我一接之後這個故事讓我很感動,也讓我很難受就折磨我一年半 可是你知道我在做的時候真正的折磨是我每天熬夜到天亮的時候我想到說 可是我做完之後有人會買嗎?大家不是download了嗎? 我在做的時候我一直問自己說,唱片行不是消失了嗎?大家已經不買CD了 CD不就是拿來當那個腳踏車後面的反光板嗎? 你知道嗎?你們對我真的很殘忍 我每天都在做唱片,為了那個字 為了裡面一個很小很小的細節,反反覆覆跟我的美國朋友 Email,吵架,難過,在街頭上面講電話 講到半夜,講到天亮,就為了當中的一個設計可能有問題 那個設計感裡面一張郵票的年代不對,又重來重來 可是第二天我繼續再問我自己 大家不是不買唱片了嗎? 唱片不是放在那個泡沫紅茶墊上面當反光板嗎? 其實我覺得慢慢我也了解自己 其實當作品可以表達出來印刷出來 有人感動到,跟我說謝謝你 跟我說我想給你一個擁抱的時候 我覺得就夠了 我覺得人生在某些階段,包括自己的產業 如果你絕望的時候有一點小小鼓勵,真的也夠了 所以我現在願意繼續做唱片 我知道你們已經很久沒進唱片行了 我不知道在屏東有幾家唱片行 但是你知道嗎?它是我的人生 我從小為了唱片看喜多郎飛天 看了那麼久,發呆那麼久 我繼續做唱片,做了一張唱片 做完之後印刷廠唱片公司說 我們可能只能印2500張 那可能500張是公關片 那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對,所以我願意做不為人知的事情 我願意做不被認同 或是大家已經不理會的事情 可是唯有不要太在意別人眼光的時候 你才可以自得其樂 所以坦白講,我現在每天都很開心 我還是願意每天熬夜到天亮 然後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情是 天亮了,該休息了,趕快去買三明治 然後買奶茶,然後放在家裡的圓桌上 太太的,三個小孩的 然後每一份三明治跟奶茶上面 再擺一個我設計的公仔 因為不同的公仔每天都跟他們說早安 然後我的小孩繼續跟我說 跟媽媽說 為什麼爸爸每天都在睡覺 對,我們日夜我們都沒有碰到面 我每天在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也必須要承受 我的太太,我的家人跟我說 你好自私喔 你只在自己的世界裡 對,那很多事情只要有一個價值 我想它的被判斷非常非常的多樣 那只要可以傳達人類之間的感情 真的只回票價就夠了 對,那用我的這一種 來鼓勵你們這一種 我想你們也跟我一樣 有很多不為人知 很怪異的舉動 對,謝謝 謝謝 原來唱歌不僅是要有才華 跟要有勇氣 但是想要